我把我的初衷講一下 我覺得林志堅他的論文 已經超過了單一論文抄襲不抄襲的層次 我們看到的 是政治力來干預學術倫理 我們看到的是社會的誠信價值被破壞 社會的這個互信 破產 教育是國家百年大計 結果看到民進黨這些政客 這樣子操縱我們的教育價值 這個學術倫理 這樣下去我們國家是沒有未來的 不只是我 我覺得任何一個 關心我們國家發展的人 都要站出來講話譴責 我們不容許 民進黨政客 對於我們的學術價值 對於我們培養 我們下一代子孫的這種教育體系 做這種 體制上的 破壞 也不容許他們 對於我們社會的誠信原則 做這樣的破壞 我的初衷就這麼簡單 好嗎 余政皇昨天也出來說他主隊沒有敲刑 他又是一個基層的公務員 對 那這樣子的話是不是 是會對他的前途或說他這次出來應該是也是爆了很大的危機 會不會被追殺 沒有錯 呃 陳明東教授現在是我們國安局的高層的主管 他對於調查局當然有影響力 我覺得余政皇昨天願意出來發這個聲明 而且參加台大的這個審定會啊 我非常欽佩他的勇氣 那你剛才問到說 他將來的前途 會不會受到影響 我覺得在民進黨現在這種執政氛圍底下 很可能會受到影響 但是呢就是因為 可能會受到影響他還站出來講話 我對他更為欽佩 如果要讓這種正直的公務人員 將來可以 順順利利的發展他的公務生涯 我覺得 我們的民眾要考慮 2024年 是不是應該換人執政 那個民進黨的反控 國民黨也是很干擾 這個中間的奮起 要怎麼看 然後他們兩位是不是 應該真的要出席這個 我不知道他們在講國民黨干擾什麼事情 現在是民進黨在執政 國民黨怎麼干擾 我實在不懂 他們兩位 如果真的光明磊落 就放心的去出席台大的這個審查會 不用在那邊躲躲藏藏 好像給人家感覺 心裡面有一些不能夠講出來的秘密 無論如何 這個台大這次都受傷很重 我們很多台大的校友 現在也都非常的生氣 因為出去都被人家問說 你是不是演技大學 突然的 那這一次的這個 如果要下去的話 那台大人怎麼辦 我也是台大校友 我甚至在台大任教了相當多年 所以我對於這個事情 大家非常的關心 我很關心我的母校 但是呢另外一方面 我對於我們現在 台大在處理這個事情 的做法 跟信心 我是充分的 對他有信心 也期待他能夠做出符合我們台大 教授校友們期待的選擇 維護台大的聲譽 我覺得 台大是我們 國家 學術尊嚴的一個最重要的攤頭寶 這個時候 我相信他會守住 是 各位 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 行 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